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弄那个电脑 然后就是做室的店 不错 对因为我发现 我感觉弯曲有一些店 就是因为它太小了 然后位置不够 就是拿来打电脑之类的 所以算是有收获到 是在那个瑞伍西里那边 对瑞伍西里那边 它就是在讲厂那边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讲的那一家 我今天也去那个 Mizwa那个plaza 在南湾那边 然后它也是新开一家咖啡店 它叫Coffee Water Lab 应该是这个名字吧 反正就类似 然后它号称就是 它的咖啡非常的好喝 是因为它用了不同的水 嗯 对它就是好像用 发明了一个很特别的机器 然后呢水就会透过那个机器 然后它们的咖啡就是用那个水做出来的 所以它们的茶跟咖啡都特别的好喝 那你有喝吗 我没有喝 可是我下次想要去 因为它们咖啡店装潢非常漂亮 是哦 对我觉得可以去 去看看 我也想去 对好下次一起去 好 好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 应景一下 嗯 因为八月也快到了嘛 对 然后 农历七月 农历七月快到了 听说今年因为台湾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好像就不能中原普渡 对不对 对好像是不能 因为会群聚嘛 嗯 算是蛮特别的一年啦 对啊 真的 就是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嗯 应景一下农历七月 跟大家来聊一部那个 驱魔的韩剧 叫做大发不动产 嗯 你有看吗 有 我其实还没有看完 但是 我看应该至少有一半 所以 好 对 你这样我可以暴雷 你可以暴雷 好 那 这部影集呢 是由影剧女神 张纳拉跟郑荣和主演的 驱魔喜剧 那整部剧呢 就是环绕在这个大发不动产 这个不动产社呢 它其实不是一般的不动产社 它其实是专门在收那些 闹鬼的房子 然后呢 它 呃 在收那些闹鬼的房子 其实它本意是要驱魔 嗯 然后呢 副 副业才是卖房子 所以说通常都是 他们收的那些房子以后呢 就会先去看一遍 看完一遍就会进行 如果真的有 有鬼留在那边的话 他们就会进行驱鬼的仪式 然后驱完鬼以后呢 再帮忙把他们 仲介 然后卖掉那个房子 那张纳拉就是这个不动产社的社长 也是主角驱魔师 然后不过呢 他们在驱魔的过程呢 其实每一个驱魔师 他需要搭配一个灵媒 那这个灵媒就是阵容和眼的 因为在驱魔的时候呢 鬼需要先附在那个灵媒身上 然后驱魔师呢 再拿那个驱魔针往心脏插下去 然后那个针就会消失 对 就会变成 就好像会烧起来那种感觉 对 然后化掉 对 它会化掉 然后呢 鬼就会昇华 往生 然后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是另类的那种 在帮他们超度的概念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其实这里面 他们也有一些蛮有趣的想法 然后 想要来跟大家来聊不聊 不过我们在聊这些概念之前 奶茶你有没有碰到鬼的经验 我觉得我亲生的话 我很开心 我没有遇到人 是有鬼的经验 但是我有听过 后期有觉得怪怪的啦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人为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要分享的话 就是大学的时候 不是大一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夜教吗 对 就是新生什么什么 银行啦 银行的活动就会有夜教 然后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 我忘记我们是去哪里了 反正 呃 因为学长姐 他们就是会设计活动 然后会办鬼嘛 然后呢 我们 但是我们其实去的地方是在野外 所以那时候去 然后大家 但你们不是办在学校吗 呃 我 我真的有点忘记 我们是办在哪里了 就是它是在外面 但是我不知道 就算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栋 嗯 这样我已经进不起来的 然后反正那时候 呃 我就是是 呃 跟起 就是他们会分组嘛 然后他们就 他们还会被学长姐叮叮说 哦 你绝不可以叫对方名字 这样子 所以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是在学校的话 应该是不会 没有特别的这个 好像是 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是忘记我们在哪里了 就是已经很年代久远 然后反正那时候去 然后呃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走 再走去那个 它就是类似一个房间的感觉 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怪怪的 就是很毛 然后就觉得好冷哦 等一下你的怪怪的是那种 你就是感觉不舒服的那种怪 对 就是 就是很害 令人问我觉得很害怕那种感觉 然后特别冷这样 然后呢 因为其实我每个人就是 为了安全 就是手都要搭在对方肩上 这样子 然后就是变成一对火车的感觉啦 然后呢 重点是那时候 我后面的那个男生 然后他就是还差点叫我本名 我就超不爽的 我就说 哎 就是不要叫我本名这样 然后反正后来 反正我就觉得很恐怖啊 反正后来出来之后 就是 呃 就有一个 跟我们是同一组的人 然后那个人就 他看得到吗 他看得到 他 他说他看得到 然后呢 他就说 哦 其实刚刚就是 里面有好几个 真的假的 然后他就会吓我吗 还是他真的看得到 但是我就觉得很恐怖 这真的很恐怖哦 对啊 所以我可能后来 有跑去收尾金之类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很恐怖啊 就是 就是那个 还蛮惊悚的 对啊 对啊 你讲到这个 因为 我以前就是有参加那个 塔罗牌社嘛 然后我们其实塔罗牌社 有好几个人 就是 其实他们都 有些都蛮 有一些通灵的体质 这样 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学长 他 因为我们有 就是 可能 呃 对公管很熟的人 大家可能有听过 在那个 罗斯福路跟 就是 大门那边 有一家书店 叫佛化人生 嗯 然后呢 因为其实我们那边 就是有时候 比如买书啊 或者买一些 什么塔罗牌 或者天使牌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会去那边买 嗯 然后呢 就是 可是他那一栋 就是很 就是书店本身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重点是 他的那个楼梯 嗯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毛 嗯 就是每一次经过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毛 然后 我觉得他那个电梯 其实也让人家觉得蛮毛的 是哦 对 然后呢 我每次有时候 经过那个楼梯的时候 就是会 会觉得 信一面也是怪怪的那种感觉 后来呢 有一次我就听到 那个学长讲 他就说 哦 对啊 那边就是 二楼有一个 蛤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所以是真的有 好恐怖哦 对啊 但是我就还蛮庆幸 就是自己 没有 不会有那方 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嗯 因为我就 对 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很害怕 而且我觉得 有时候像住饭店 我觉得也是 嗯 有一些饭店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 像一些饭店 我一进去 我就会感觉就是 怪怪的 嗯 你有那种感觉吗 所以他们不是说 其实你进旅馆 的时候 你最好是要敲门 嗯 然后要冲马桶 说哦 为什么 打扰了吗 这样子 哦是哦 要冲马桶 这我不知道耶 不是 我现在已经 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我会敲门啦 然后呢 你还是会敲 我还是会敲门 因为 因为我那样我不信嘛 然后呢 但是我 我自己还是会 我不记得 我们俩之前旅行的时候 我都会敲门 你不记得 哦好像是 而且我会冲马桶 而且我觉得心里面 就这样慢慢默默的讲说 打扰咯 这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 自己住过谁 对 有可能 有人就在里面过世之类 他们也不会跟你讲啊 真的 对啊 就是一种表示 哎他们说 其实你 呃 如果你有穿拖鞋或是鞋子的话 你放在床旁边 你不能放整齐 嗯 你要 他们说 不是说是门吗 什么门 就是进来的那个门 如果你鞋子留在门那边的话 你懂我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你进来 就是那个门 然后 你的鞋子要放 乱放 就你不能放整齐 哦 不然会有人进来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概念 就是 观众朋友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话 跟我们 就是留言跟我们讲一下 对 但我 反正我是知道 鞋子是不能放整齐 这道 对 这个就是 对 反正 那你之前有在饭店遇过 就是鬼吗 我觉得 我有住到有一间 它算是 有点像是酒庄 它在那个Pasarobos那边 嗯 然后我们去住的时候呢 就是那一间就是 我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怪怪 第一个它是边间 嗯 然后第二个它的那个 因为它很老旧 所以说它就是布满的那个藤蔓 天啊 它房子布满的那个藤蔓 然后呢 我们一进去之后很怪 反正它就有 我们的床头就是有一个那个 像 有一个女生的像 然后我觉得那女生的像有点 恐怖 就有点怪怪的 有点恐怖 然后呢 我们进去厕所 我觉得厕所才是恐怖的来源 就是 我们后来我们就出去了嘛 然后就出去就是出去走一走 晃一晃 然后当我们再回到房间的时候呢 厕所突然之间出现超多苍蝇 蛤 就布满了苍蝇 超扯 就没办法 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洗澡 好崩盖 那苍蝇就在旁边 对 超多 超多 然后我后来我忘记是看到 哪一支YouTube一遍 然后他也没有讲说 就如果那个地方的 氛围不好 磁场不好的话 一样也是 苍蝇是一个象征 真的假的 对 那你们没有跟饭店的人讲 没有他全满 他那边的房间全满 你也没办法换 就那一间 我的天哪 对 然后上那个厕所是真的很痛苦 那个 那整个厕所都非常的阴 那会脏吗 还是不是脏 就不是脏 就是很多苍蝇 就是苍蝇就是布满 他们就停在那个墙壁上面 就整间 好好心喔 对 我也不能 我苍蝇真的不行欸 然后 但是他们也不会动喔 而且都很大支 哦 天哪 对 好疯快 真的很疯快 真的很疯快 那你们那天晚上睡觉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 就也没有睡得很安稳啊 就可能 有没有晚上不敢起来上厕所 就完全不敢啊 我晚上起来上厕所 如果是在饭店 就算在我家 我也是会 我会 因为我们 我们镜子很大嘛 然后反正我之前 我只要每次去 那个饭店 上厕所 我每次晚上 只要晚上上厕所 我就会闭着眼睛 然后就是自己 我会 我会记得 那个 有那个mental map 真的假的 对 我会不敢 因为我一定要开灯 这样 因为我很怕 我如果 等一下 你是说算你家吗 没有 在 在我家 跟饭店都是 我家 我觉得我们家气场 还不错啦 但是因为 我会怕 我不自己 笑到自己 哦 因为你看 你睡起来 想象中 你可能还在梦中 然后你起 你会被自己 吓死 对 然后因为我们 那个镜子很大 你来过我们家 对 然后如果 我那样子 看到我自己 我也会 吓掉 所以我就 吓掉 吓掉 然后反正我 真的 吓到 然后反正 我就是 都会闭着眼睛 上厕所 那因为 不是我家嘛 那饭店的话 我就是会 开灯 然后 就觉得 哦 就像现在 也不会很怕 吓走之类的 哦 对啊 但那你是去 每一间饭店 你都会这么害怕吗 还是 有一些饭店 会特别的害怕 我觉得 目前还没有遇到 特别遇到 哪一间饭店 是那我觉得 非常害怕 但是 我只要晚上 上厕所 都会特别害怕 因为 因为他厕所 都会正对镜子啊 对 对对 这倒是真的 对啊 我超讨厌 就是 晚上起来 上厕所的 对啊 但有时候都老了 就是 他起来上厕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到现在 还是没有碰到 就是 真的 就是有亲眼看到 或者碰到 或者觉得很乖的 我没有 我觉得我算是 这种 这方面好像 没有到超级 敏感 讲到这个 我曾经有去 就是住 在Chicago 那个时候 那附近 机场附近 有住到有一间饭店 然后他也算是 一个老牌的饭店 哪一间 然后呢 我忘记了 是Hilton的 不知道某一个旗下 哪一个牌子 的饭店 然后呢 我又去住 然后我就记得 你一个人吗 我一个人 那天我不知道 可能要去开会 还干嘛的 然后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发现 我就是很害怕 我就是没来由害怕 然后我那一天就是 开灯 然后开电视 睡觉 真的假的 对 你就是怕到就是 对 然后我就记得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东西 原本是 关着的 然后就打开 可是我好像 我好像转过去 然后就打开 还什么 然后我想说 是我刚记错吗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 我要出去吃东西 对 然后后来我就去饭店 吃东西 然后就回来 我想说 那你是开着吗 他 没有 我就有把它关起来 怎样吧 但是反正我那天 就是有点 有点害怕 然后我就 反正我就开着电视 睡 因为我那天 飞机也很早 所以我就想说 随便睡一下 然后就可以走了 嗯 对 天哪 我觉得饭店 是还蛮容易的 对啊 因为 有可能之前 有人在那边 被杀 嗯 对啊 你不知道 那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护身符还是要戴着 对 护身符 对 有那个 对 有 有护身符可以戴一下 对 然后 就是回到这个影集 对 就是大发不动产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主题 就是它驱魔 其实它驱的是 所谓的 这个魔其实是 有点像是 怨鬼的那种概念 对 他们是因为有所 呃 怨气或怨念才会 留下来 对 变成鬼 就是走不了这样 那你觉得为什么 一个人 如果真的一个人会变成鬼的话 前提是你相信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变成怨鬼 我觉得一定就是有非常多的执着 然后可能就是在生前的时候 有一些遗憾 没有完成 然后或者是可能 呃 可能是有 一个就是遗憾嘛 然后再来就是执着 执着某一个人 某个事 某个地方 然后 或者是 呃 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死亡 这件事情 或者没有 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 然后或者是他们被杀 然后是那种 怎么讲 有冤 冤魂啦 对 然后他们可能想要留下来报复 谁谁谁 或者是 嗯 就是有冤 然后没有办法 呃 太委屈了 嗯 所以 迟迟没有办法 move on 的那种概念 其实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用 心理学概念来想的话 其实我觉得怨鬼就很像是 你讲到怨鬼就讲得很难听 就我觉得他们 比较像是 有 有执着 然后有 有所遗憾的人 有所遗憾的灵魂 嗯 有没有 这样就很美 有所遗憾的灵魂 对 就很像是其实 在我们在 在活着的人 在人世 我们也会有那种 嗯 就是动弹不得的时候 然后会 会很执着某一个人 可能是感情啊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 执着某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或者是因为某一个挫折 然后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 往前 嗯 如果我如果把鬼想成 是另外一种 呃 生命的 呃 样态的话 它其实就是 能量上的转换 对 就是跟人是不一样的 呃 能量状态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 非常的棒 我很喜欢 就是 它其实就是 它走不了 或是它没有办法 再去写在地方 或是move on的原因 就是 遗憾的那种 能量 对 然后让它 留在这个世界 没有办法再往前 嗯 对啊 因为里面 其实你讲这个概念 跟那个大发不农产里面 讲的那个概念很像 嗯 它里面就是 就是有萤幕就是说 有一个专门在做那个驱魔营针的阿姨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灵媒讲说 你知道人要怎样才不会死后变成怨鬼吗 嗯 然后 那个灵媒就三 就是满头问号 然后他就说 喜欢就说喜欢 爱就说爱 然后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嗯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跟你讲的差不多 嗯 就是 你 你在那当然你需要做什么 你就去做 不然的话 你到最后有遗憾的话 那样的能量体 又会把你 留在这个 世上的感觉 对 对 所以 对啊 这还蛮有趣的 就像是 嗯 比如说你爱 比如说哦 你要跟家人说 我爱你 然后你没有办法 你可能在生前的时候没有办法 一直没有 不敢说 或者是说不出来 你死后可能 就会成为 就会留 还是留在这个世上 对 因为 你 还是很想说出那句话 但是又没有办法说 对 因为那个人会看到你 对 对 你就会想要用其他方式 对 对 或者是你可能对那人有怨恨 对 然后你一直觉得 你就是很执着 我想要某一个东西 嗯 然后 他一直没有给你 嗯 或者是他没有达到他某一个承诺 然后你就一直跟着他 嗯 之类的 或者是有的就是留在房子里面 嗯 类似那种 看你执着的是什么 嗯 我记得其中有面有一集 我不 我不知道 好像是我 我前阵子看了一集 就是 嗯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 就是一个 是一个妈妈 然后呢 他那时候 他就是买了一个房子 哦 我记得 然后他就是因为 他后来被 被人家赶走嘛 因为他是帮 他买那房子其实 要给他女儿 对 给他女儿的 然后 因为他女儿那时候怀孕嘛 嗯 然后反正后来 我忘记他怎么死了 反正他后来就是过世了 然后但是他的灵魂还是留在那边 留在那个房子里面 他不想走 对 他就觉得这房子就是我的 就是我要留给我女儿的 对 就变成后来那间房子变成闹鬼的房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讲的概念 没错 那其实在这整剧 整部剧的那个主角 那个社长 就是张娜娜演的那个角色 他其实还有一段故事是 他妈妈其实也变成了怨鬼 嗯 因为这背后有一些故事 然后呢 对我们在这边不要抱太多累 嗯 然后他 因为社长的妈妈是怨鬼 然后社长他就一直想要把他妈妈送走 嗯 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发现他妈妈的那个灵魂 没有办法附在那个灵魂 任何灵魂身上 嗯 就是完全不管用 所以他一直以为说 我只要找到一个特别的灵魂就好了 嗯 但是其实最后都没有办法 然后呢 他在最后驱魔的过程上 他慢慢了解到说 哦 原来我妈妈 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怨念 才留在这个世界的 嗯 而是因为我的执着 嗯 而让他没有办法离开 哦 对 所以说不是只是过世的那个灵魂 他没有办法离开 嗯 还有你在生的人 如果很一直很牵挂 很牵 牵念着那个人的话 嗯 那个人其实也没有办法离开 哦 只有讲到那个 就是算是 你 就你们 互相的灵魂的那个意识 其实是 互相在影响的 哦 互相连结的 对 嗯 对 所以他在驱魔的过程中 有 有发现到 然后当然他后来有成功的那个 送了他妈妈了 因为他发现了这个 这个key point 嗯 所以 对 就还蛮 好有趣哦 我们应该去把它看完 对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看完 因为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嗯 对啊 对啊 而且张大大在里面很正 超正啊 就是很 就是 我觉得他有脱离以前那个 可爱的那个形象 路线 对 就是 这其实是比较那种 冷艳啊 然后酷酷的 的那种感觉 对 对啊 算是有 挑战的感觉吧 对啊 反正 就是 这部影集我觉得是还蛮 还算 有趣 然后 跟之前我们那个 有另外一部在Netflix上面 其实有一点像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也是开酒吧 然后也是 然后在驱魔的 对对对 它是一个面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面殿 驱魔面馆 对对对 驱魔面馆 对 然后其实在更之前 另外一部是穿越的那一部 你记得吗 哪一个 就是有一个女生 她也是开那个小小餐厅 就是路边谈 嗯 然后 好你不记得了 对我不记得了 反正有很多 对 她们拍好多啊 对啊 不过我觉得 这一部我觉得还 还蛮不错的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去看 对推荐给大家 嗯 也 但是也 其实也不会很恐怖啊 所以大家 怕鬼也可以去看 对 其实 她可能是化妆 可能化的 有点恐怖 那个鬼看起来 有点恐怖 可是 其实看久了 就习惯了 对啊 我觉得跟真子 什么比的话 我觉得起 哦 对 不算很恐怖吧 没错 那个 对 这她们有点偏喜出的感觉 没错没错 而且她有 有很 还蛮不错的故事线 对 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记 帮我们按赞 找分享哦 还有订阅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